我是中华田园犬 我叫点点 两个月大的时候,像垃圾一样被扔在地铁站 扔掉我的人认为我没有任何价值 好心的工作人员,送我到周妈妈家 从此我有了很多关爱我的人 我是最受宠爱的小小狗 跟很多小伙伴一起定期去看医生,美容 在周妈妈家,我从小宝宝长成大女孩 享受着无尽的关怀和爱 我很健康,而且漂亮,充满活力 周妈妈给我找了新家 飞行志愿者,带我横跨半个地球,来到加拿大 在多伦多,不但有新妈妈,还有好朋友 你们看,这是我和杨阳 妈妈的另一个宝贝 不管什么季节,我们都跟妈妈一起享受生活 欣赏美好的大自然 有妈妈的我是个宝 我爱妈妈就像爱我的周妈妈 希望所有的毛娃娃都能找到爱她的家 我们下期见